周朴美术馆设计的非常有中国风 这条路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说实话走起来还真有点恐怖 我好怕我摔一跤或者是手机掉狐狸啊 因为现在已经几乎是闭馆时间 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感觉好像是我包场一样 超爽 这边有一个书画展 虽然我对书法或者是国画没有任何的研究 我很喜欢看书画展 包括西方的油画我也特别的喜欢 比如说这种字看起来好像乱七八糟的 其实非常非常难写 我曾经试图去学习写一种很规整的字 类似这种 但是我没有坚持下来 因为太难了 哦对了 我上一期逛公园的视频当中提到过 这里有一首词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它的作者你肯定知道 就是这一首 它的名字叫做沁元春长沙 作者是毛泽东 是的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家 他还是一位诗人 沁元春长沙描写的是长沙秋天的景象 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 在这首词当中 我最喜欢的一句是 畅辽阔 问苍茫大地 水煮沉浮 聊聊几个字 你能感受到它传递出来的强大力量吗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我现在要回家咯 明天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